她是一名老师 本来过着普通平静的生活 但在2008年的文川大地震中 因为抛下学生独自讨生 还发表过激言论 自此被贴上试得百怀行为可耻 卑劣自私以及很多不堪入路的标签 她一跑成名 落下一个极具讽刺的绰号 范跑跑 她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成为最具争议的老师 如今文川地震过去14年 当年的范跑跑 范跑跑的怎么样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范跑跑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范美中 1972年出生在四川省龙昌县瓜子岩村 从小她就表现出偏执叛逆的性格 不讨人喜欢 父亲脾气暴躁 暴力倾向严重 稍不如意 就对妻儿拳脚相加 大大出手 平日里 父亲游手好险 不务正业 喜欢读钱 家里的顶梁就如此 生活自然就剥得很苦 为此 父母经常大吵大闹 搞得全家鸡犬不宁 每当父亲试暴时 只有范美中敢于站出来 大声和谈理论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范美中的四个哥哥也是脾气火爆 他们有样学样 时常向不讨人喜欢的范美中挥拳 在父亲和哥哥们的双重打压下 范美中没少挨揍 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在自家的墙壁上练习打拳 等自己强壮后再对抗父兄 慢慢的父兄在向他挥拳时 他就奋起反抗 一包之包 这也塑造了他不具压力 正面对抗的性格 加上天生的叛逆天职 加剧了他成长的真痛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 很少有快乐的感觉 唯一可以炫耀的 是他的学习成绩优异 他在学习上很有天赋 加上勤奋努力 完门功课都接近满分 这让同学们羡慕不已 1990年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龙昌二中 在贫困的农村 到外地上学时 离开家庭最平面的方式 保重激态 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学习上 还往里头显阅读文学书籍 尽管他的理科成绩更好 在普遍不看好文科的环境下 他最终还是选择报告文科 反其道而行 或许就是范美中的宿命 本来 他想报考中国政法大学 将来做一名律师 结果阴差阳错 1993年 他收到北大通知书 虽然没能如愿 但比预想的结果要好 这一次 他要到离家更远的北京求学 彻底摆脱家庭的压制 北大的光环 似乎照亮他的前途 一扫笼罩在心头的阴霾 他渴望到达人生巅峰 他的愿望能实现吗 要北大后 范美中的生活处境大大改善 但他始终走不出内心的困境 第一年军训时 他就表现出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到了高手如云的北大 他觉得自己处处被碾压 惨不忍睹 学习上他不再优秀 课堂上他不知道老师讲的事啥 听得一通雾水 他觉得教授们缺乏独立思想和精神追求 开始拒绝上课 荒废学业 因为很难适应环境 他的成绩常年变底 这让自尊心极强的他身受刺激 为了缩小差距 他整天跑在图书馆 恶不亏欠下的知识 广泛涉中外名著 渐渐的 他的思想发生改变 他觉得自己是饮食教育的受害者 因为固有的教育体制 是注重课本知识和考试 缺乏灵活方式和自由情怀 从此 他开始批判饮食教育 认为现在的教育 最终培养的只是为考试而生的机器 他追求个体自由价值 崇尚言论学术自由 经常公开挑战老师 表达对立 北达尽管崇尚学术自由 兼容并包 但绝不会容忍一个不尊重师道的人 是的 他的思想太偏激 离经叛道 作为典型的愤青 大家对他心生反感 不欢迎他 而他却以当代思想家自居 认为中国当下根本没有大事 他想改变现行的教育 他想呐喊 想攥紧拳头发泄不满 却不知道把拳头回向哪里 这让他更加迷茫 1997年大学毕业后 许多同学要么考研 要么出国留学 没有任何优势的他 该何取何从 经过深思熟虑 范美中最终决定 回家乡当一名中学教师 范美中开始老师生涯的第一站 是到自贡时曙光中学当历史老师 学校看中他的北大学历 希望他教学生如何考入北大 以增强学校的竞争力 可他的行为让人大跌眼镜 每天上课 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猛烈批盘教材上 他带的是高三毕业班 长期这样下去 如何让学生正确对待高考 校长找他谈话 最后安排他带高一高二 结果他依然我行我素 东拉西扯 成为学校零雷班的存在 他的生活简朴 对物质没有太多追求 每月工资340元 要还200元用于满书 三年后 范美中辞职转投媒体 因为无法忍受言论和思想不自由而辞职 在杭州一所外语学校执教两个月后 他因为在课堂上大方 厥词被辞退 八年时间里 他在学校和媒体之间反复选择 寻找能让他真实说话的空间 直到2005年 他到都江沿光亚中学任教 才荣誉一场 光亚中学是一所私立高中 学校氛围宽松 教训模式与欧美接轨 校长也欣赏他的教学理念 他觉得遇到伯乐 自己的才华有了勇武之地 一干就是三年 他所带的学生不用参加国内高考 老师可以自由创造教学模式 范美中仿佛如鱼得水 讲课时慷慨激昂 情绪饱满 深受学生追捧 特立独行的教学风格 极具个人美丽的表现 让他成为一个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2008年5月12日 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彻底改变了十年36岁范美中的人生轨迹 当时他在给学生讲红楼梦 教学楼剧烈晃动时 他知道大地震来了 在大地如同猛兽的咆哮声中 他本能地从椅子上弹起来 扔下书馆就跑 把十几个惊恐万分的学生留在了教室 他是第一个跑到操场的人 当学生们陆续跑出来后 他和其他老师开始清点学生 维持现场秩序 组织大家疏散转移 校长清光亚说 范美中是当天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人 对他抛下学生独自逃命的行为 有人表示不满 有人表示理解 地震十天后 范美中抛出了一番追求自由和公众的言论 引起一场渲染大波 他公然挑战道德底线和人性讨厌 与主流价值畅反调 引起无数网友反感和谩骂 有网友专门给他取了一个范跑跑的绰号 很快就奉命全王 北大声称以有范美中这样的毕业生为耻 教育部则公开表态 要求吊小奇教师资格证 一时间 范美中成了老师的反面教材 许多教师不屑于之为伍 与此同时 范美中身边的一些人也对他表示理解 他的许多学生始终认为他是个不错的老师 而校长清光雅顶着压力 解除了与范美中的劳动合同 但没有开除他 把工资变成了补助 便想留住他 每当教育部门来检查时 他就让范美中到操场打球 以表示他不再从事教学工作 清光雅为何这样做 他认为范美中的表现并没有违反相关规程 开除他的理由和条件不充分 最重要的是 他认为范美中是个有能力的老师 不能因为一时犯错就一棒子打死 况且 他也是受难者 当时他的女儿才八个月 需要抚养 他出于本能的逃脱可以理解 就这样 范美中戴着双重面具 在光雅中学又待了七年 2015年初春 范美中和妻子双双从学校辞职 两个人一起开办类似私属的教育时间点 靠主书讲学 不到授业维持生活 如今做研究装子最好的学者 成了范美中最大的志向 作为学者 他认为精神追求重要 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得到普遍认同 同时 他也希望做喜欢的事情 在擅长的领域里获得成功 赚取足够的金钱 以前 他完全不把赚钱放在心上 40岁才转到买房的首富 他学着向生活低头 为了达到学者的要求 有时受点委屈 他也能忍得住 当年的锋芒毕露 早已随着时间流逝 被陶光养灰代替 他最大的愿望 是换一套更大的房子 行走川藏县 自驾游中国 2018年4月11日 有记者前往范美中的教育时间点 那里房屋简陋 但体育设施丰富 一营俱全 树林下的田野中 春风熙熙 雪风浓厚 孩子们遨游在果文 朗诵 外语 手工等各类课程的海洋中 令人心狂身影 范美中曾说 人生的三次改变 让他走向内心的平静 第一次是结婚 第二次是女儿出生 第三次是儿子出生 或许 研究庄子后 他的事业开始起步 找到精神归宿 收入日渐增多 人也变得更加平和 经过读年积淀 他误出很多道理 当被问到地震话题时 范美中称 不想再多谈 但如果能够重回当年 说不定会选择为了学生领向 曾经 范美中是个极度叛逆偏执的人 他自私 刻薄 狂妄 自大 在一起节目中 他翘着二郎腿 大言不惭地说 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权利对我做总结 他高高在上 服侍众生 自己千疮百孔 漏洞百出 却从不提及自己的问题 如今 他过上平静的生活 性格间接发生改变 从偏执叛逆中走得出来 每个人 都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 各种滋味 只有自己能体会到 好好走自己的路 好好爱自己的身心 挽住嘴 守住心 担起应尽的责任 这是最好的安排 也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温川递准14年后 当初那个饭泡泡 可以原谅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这件事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